他深得带利赏识,因一件事获奖届时赞赏,后因升官膨胀,导致晚景凄凉,我国有句古话叫做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,怎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?在战争中,就要靠及时收集情报了,在抗日战争中,日本派出大量女间谍,搜集国民党军队情报,给抗战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 当然在民国时期,国民党中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情报组织,那便是国民党军统局,由当时亚洲最神秘的人物戴利一手创建,深得蒋介石的重视,当然军统局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,做出了不少贡献,抓捕了不少日本间谍,也刺杀了不少大汉奸,最著名的就是破解过日本的重要军事情报。 这些都是和当时军统局拥有出色的人才密不可分的,今天为大家讲述的,就是军统局唯一女少将江一英。 江一英就读的是,当时浙江省省立景观学校,由于表现优异,已毕业就到了军统工作,她首先接触到的工作便是无线电的收发,和密码破解工作。 在江一英破解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前,她还破获过日军即将南下的重要情报,因此受到戴利的重用。 在1941年的时候,江一英无意中破解了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,随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戴利,令戴利兴奋不已,并马上告诉了蒋介石。 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,如获之宝,第一时间通知了美国,但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十分看不起,认为是国民党在挑拨美日关系。 就在1941年12月7日,美国珍珠港国珍被日军投袭,损失惨重,虽然江一英的情报没有阻止事件的发生,但这一绝密情报也是江一英和所在的军统局民生大造,使美国再也不敢小瞧中国的情报力量,之后更是主动找戴利,建立了中美情报合作所。 江一英也因此被蒋介石提升为少将,成为军统为一的女少将,随着江一英升为少将后,架子大了起来,脾气也随之变大,丈夫叶文赵由于无法忍受其天天骂人,最后和他离婚。 之后,江一英又主动追过小他四五岁的李树正,由于知道他脾气古怪,直接拒绝了,太膨胀了,没有好处,万事都有个度,超过了这个度,还能在范围之内,就是进步,如果超过了范围,那就成了坏事了。 欢迎订阅读史明金,透过现象发掘本质,了解更多真相。